看着女神的樱桃小嘴 男生好想亲一口 可一不小心踩到了人家 他慌张地为女神擦鞋子 下一秒差点把女神的鼻子顶掉 然后他又手足无措地帮女神擦血 这直接秒遍大型射死现场 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敢和女神说话 这就是感动15亿人的电影 更有几十万人为其打了8.3的高分 女孩名叫秀雅 是学校里的学霸 男孩名叫于震 是班里的体育生 所以他们根本没有交集 但于震却暗恋秀雅三年 高中毕业时 大家都需要写同学录 他写完同学录交给秀雅 受到女神邀请的于震激动不已 这时他才想起来 自己的笔忘在了本子里 可追到门口秀雅已经走了 直到上大学他还是忘不掉秀雅 大学三年他时不时想打电话联系他 但他每次都是耸淡 好哥们也是操碎了心 直到大四他再次鼓起勇气 尽管好哥们已经务视人非 但他想帮于震的心从未改变 电话再次打通 好哥们拦住了他那想挂电话的手 并替他自爆家门 钢铁直男的语言让人无法理解 他紧张到流泪 还好秀雅同意见面了 挂掉电话他激动到飞起 见面这天 于震挑选了最猛的粉色西服 路人都在用笑脸夸他 远远地看到秀雅他调整了下自己的状态 就是说话依旧是刚里刚气的 秀雅被气得直接走了 于震一看这情况 他慌了 餐厅里于震毫无经验 他不是没话找话 就是尴尬大笑 秀雅被这个傻子惹得忍不住笑了 分别的公交车站 两人等了一班又一班车 直到秀雅上了最后一班公交后 于震似乎开窍了 他拼命地奔跑追上公交 那头上的小摩斯都掉闪了 秀雅答应了他 第二次约会在电影院 他鼓起勇气去牵秀雅的手 终于摸到了一个脚丫子 他开心坏了 又是离别的公交站 秀雅主动把手伸进了于震的兜里 于震鼓起勇气把手装进自己的口袋 两人终于确定了恋爱关系 他们笑得羞涩且幸福 第三次约会离别时 秀雅伸出了右手 而于震伸出了拳头碰撞 原来是秀雅要送给她的定情信物 握着四叶草于震开心极了 从此以后于震每日更加努力地训练 他想拿到更好的名次 能给秀雅一个美好的未来 然而物极必反 一次训练中出现了问题 从此落下了过度劳累 变回晕厥的病根 他的体育生涯也就此结束 他明白这样的自己给不了秀雅幸福 于是他那36.5度的嘴 说出了最扎心的话 秀雅哭着走了 看到秀雅离开 于震低下头 发泄着心底的悲伤 之后的一年时间里 于震想把秀雅忘记 但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思念 只得拖着危险的身体 独自来到他所在的城市 为了只是想看一眼秀雅 那个雨天 他站在秀雅公司的对面 他看到秀雅上了一个男人的车 看着秀雅脸上的笑容 他既难过又庆幸 为自己配不上秀雅感到难过 为秀雅有了个好的归宿而感到庆幸 之后他回到了老家不再联系 直到后来秀雅突然打来电话 不知为何 车站里他像疯了一样扑到了鱼阵的怀里 这一刻秀雅脸上溢满了幸福 几年过后 秀雅因为生孩子留下病根去世了 生前他常给孩子讲一个故事 天上的云之国有之企鹅妈妈 他会时刻看着自己在人间的宝宝 等到下雨的时候 他就会回来和宝宝见面 然后在雨季结束前离开 否则就再也不能见宝宝了 于是 孩子每天都守着天气预报 他深信妈妈会在雨季回来看自己 几个月后的清晨雨季终于来了 儿子穿上雨衣就往外跑 于震也跟在儿子后面 可是直到雨停了也没有看到秀雅 直到他们来到了一处隧道 于震看到前方似乎有一个人 他和孩子小心地走上前去 此时于震紧张坏了 盼妈心切的孩子冲了过去 于震担心危险跟上去拉儿子 儿子一边摇晃着女人一边喊着妈妈 终于女人醒了 于震被吓懵了 女人竟然和秀雅一模一样 而女人好像什么都不记得了 于震删了自己一下确认这并不是梦 他把捡来的女人带到了家里 但秀雅好像失忆了 他对自己的家非常的陌生 儿子拿着相册让秀雅看 让他确认就是自己的妈妈 这时于震赶忙拉着儿子跑到厕所 他告诉儿子不要说云之国的事情 不管他是人是鬼 他都不希望秀雅离开 突然秀雅一阵头痛 他果然是失忆了 晚上他想看秀雅是不是鬼 特意跑过去试探了一下 感受到温度的于震放心了 秀雅的回来使得于震更加努力地工作 他觉得也很开心 但就是有时候控制不好力度 他像是换了一个人 厨艺也变得异常糟糕 甚至炸的年糕都像放炮一样 于震上前把秀雅护在怀里 年糕都绷在了他的背上 而秀雅却对他非常抗拒 睡前秀雅让于震脱掉衣服 看着秀雅的身姿认谁都会迷糊 因为这是大部分人的软肋 看到秀雅手里的药于震才反应过来 原来是自己误解了 服药的同时秀雅让于震讲起了他们的故事 从舞蹈课的射死现场到两人一共三次的约会 最后再到两人结婚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 虽然秀雅没有记起曾经 但他又再次慢慢地爱上了于震 直到这天两人在山顶浪漫地约会 于震凑上去吻了秀雅 这时的天空也下起了浪漫的雨 一家人的生活也越来越幸福 他们各自都爱着彼此 直到这天天气预报显示雨季将在两周后结束 于震赶忙把电视关掉 而秀雅也在打扫房间时发现了自己生前的日记 那天的雨很大吓得如此的无情 他明白了自己终会在雨季结束前离开这里 他开始教儿子如何晾晒衣物 如何使用吸尘器 如何做鸡蛋盖饭 晚上他看着儿子出生时的视频笑着笑着哭了起来 他舍不得这对父子 他要教会儿子即使自己不在也能自食其力 而这一幕都被于震看在眼里 于震每天晚上都会叫来好友 帮自己用树枝堵上能带走秀雅的隧道 他很怕秀雅离开 这天一向老实的儿子惹出了祸端 他把同学家的车故意涂上泡沫 于震问他为什么这样做 当着外人的面他闭口不言 然而回家的路上他委屈极了 原来同学曾经说过 只要他爹一洗车天空就会下雨 于震看着孩子非常心痛 他抱着孩子心想一定不能让秀雅离开 但谁曾想 一场大雨冲开了他辛苦堵上的树枝 同时也冲掉了他所有的希望 这天他们为儿子庆生 唱着唱着秀雅红了眼眶 夫妻二人都在笑 但他们的眼睛里都是泪水 随后 一家人拍了张照片 晚上雨一直下 他们抱在了一起 很紧很紧 仿佛要融进彼此的身体 因为每一个明天都可能是雨季结束的日子 清晨秀雅走出了房间 他抬头看向天空发现雨停了 他和于震约好一起去看儿子的演出 但却没等到于震 秀雅只能独自躲在后面偷偷地看着儿子 原来于震准备出发时看到了泳池里有人溺水 他犹豫后还是救下了那人 可是他也因此昏厥 学校的舞台上儿子显得心事重重 在节目结束时 需要孩子们依次讲出自己的理想 别的孩子的梦想一个比一个有趣 家长们也都被逗得笑声连连 当轮到儿子时 儿子却一脸沉闷 他揪了就裤子 然后看向台下的妈妈 缓缓地向前一步 清 virtually统 точно 清聚煉也是很酷的 漂亮的洗三一点 做一些洗净 瓶力漫脱点 去垃液力量 泓� Just薄ależ 她愿意如果你做一些 DIGKI 这就是孩子的梦想 更是一个孩子对妈妈的沉默 这时台下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秀雅也被感动得满眼热泪 当她站在外面的时候 太阳已经出来了 她转头看向天空 乌云已经散去 看来是时候离开了 此时儿子也发现了太阳 他疯狂地跑回家里 大声喊着妈妈 却得不到一声回应 于震醒来发现自己在救护车内 他赶忙从车内下来 看到天上的太阳 他非常着急 可等他跑到学校 大家却早已散场 秀雅则独自来到了那条隧道 他看着眼前的树枝 知道这都是于震的良苦用心 这时一声妈妈喊住了秀雅 是儿子追了过来 秀雅向儿子道歉 没能早点认出他 儿子却说他对不起妈妈 可是你会受到家吗 肯定了 妈妈妈因此的原因 那因为你被死掉了 我被死了 这不是什么事吗 那谁说她说的 人间在说的 妈妈因此痛返疼 疼疼疼疼疼疼疼 孩子真的是太懂事了 妈妈安抚着儿子幼小的心灵 与此同时 于震疯狂地朝这边赶来 她跑到筋疲力尽昏厥在地 在地上挣扎着喊着秀雅的名字 终于她爬了起来向隧道走来 还好她见到了秀雅最后一面 她对着秀雅点头 仿佛在说一定会照顾好儿子 秀雅看到后放心地走了 回到家里 于震看到了秀雅留给自己的日记 原来秀雅早就遇到过于震 于震并不知道 只一眼她便喜欢上了她 没曾想她偏偏插搬到自己所在的班级 她一遍一遍地用公式测算对方喜欢自己的几率 为了和于震能有交集 她故意踩错步子和于震分道一组 没曾想结果过于射死 那只圆珠比她放在身边 整整三年 每次接到于震的电话 只有她自己知道自己有多紧张 第一次约会尽管于震刚到了极点 但简简单单的一句可不可 她便能笑得如此幸福 刚约会三次他们就分手了 那天晚上她哭了一整夜 于震找她的那天她坐的只是同事的车 她看到了站在雨中的于震 然后不顾一切地追了过去 她知道对方也深爱着自己 然而就在过马路时一辆车撞上了秀雅 再次睁开眼睛 她穿越在了八年后的隧道 尽管没有了记忆可她再次爱上了于震 这一次也是她人生中的初吻 然后通过隧道 她回到了那次事故的时间 昏迷六周后的秀雅奇迹般地醒来 一开始她以为发生的一切不过是梦境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 她发现梦境里的地方都能在现实中找到 也就是说她看到的未来都会变成事实 如果和于震结婚便会在32岁时死亡 愿谁都不想这么早死掉 她也很害怕 如果继续和于震保持分手的状态和别人结婚生子 那么就会有不同的命运 最后她做出了决定 尽管只有这短暂的八年的幸福 她也决绝地打通了于震的电话 现在她要去见他 车厢里她写下了这本日记 下车的一瞬间 她勇敢地扑进了于震的怀抱 明知结局 她却一无反顾 这是一部满是爱的电影 初恋情人的爱 夫妻之间的爱 孩子对父母的爱 每一种都那么地动人